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車床夾頭的結構篇 那今天呢就是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使用的車床夾頭呢 它的內部的結構到底是什麼呢 那今天會介紹的是以三爪的夾頭為主 那這裡呢,等一下後續都有內部的結構 那這邊我們到底是怎麼去把這個結構呢 給它剖析開來的呢 那這裡呢,我們一般如果有使用車床的夾頭呢 可能比較少機會可以去把它拆開來 或者是再看一下它內部的結構到底是什麼 以及說我們在運用這個夾頭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什麼工具以及它的一些功能到底是什麼呢 那今天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呢 帶大家來入門了解車床的夾頭的結構 以及它的使用的工具以及它的功能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認識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車床的三爪夾頭它的內部結構到底是什麼 那這邊呢,先給各位看一下 它中間這裡呢,是一個閃齒輪 然後呢,這邊的洞呢,是三個小的閃齒輪 那我們就是運用了這個洞呢 它這裡是四方孔 運用了這個T型扳手去做一個旋轉 旋轉的時候它會帶動的中間這個 閃齒輪的圓盤 那圓盤呢,它就會帶動了這個三爪去做個移動 那這個圓盤的中間呢 它的三爪呢,就是靠的裡面 它有一個斜旋線呢,來帶動這三個爪 等一下我會拆開來,各位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們看到說,我們旋轉其中一個小的閃齒輪呢 其他的都會跟著連動 因為這裡呢,它是齒輪連動在一起的 所以你轉其中一個呢 其他兩個,也會跟著去做旋轉的 給各位看一下,像這個樣子 這邊它是處於連動的 所以我們不管轉哪一個頭呢 夾頭它都會做一個 同心的往外張開,或是往內的夾緊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內部的結構 那我把這三個小的閃齒輪拿掉 再來,我拿掉中間這個圓盤給各位看 我們就看到說 這邊它是閃齒輪 所以這樣去帶動的時候它會旋轉 旋轉的同時帶動前面的 斜旋線 那這個斜旋線在旋轉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這個夾頭呢 做一個往內或往外的一個移動 那這邊我拆開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夾頭的時候,它會有分號碼的 這樣這個是編號1,編號2,編號3 那這邊呢,我們要注意一下 它這個編號呢,是有它的位置的性質的 它不是說我們三個零件是共用的 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來看一下 它裡面的這些位置呢,是不一樣的 像這個編號1號,2號,3號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在做一個 斜旋線的時候呢 我們不同的位置 所代表的它的夾頭的位置也不同 像這樣 如果我們三個都是共用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達到這個功能了 所以 一旦我們在做旋轉的時候呢 那這邊因為有限制的關係 像這樣子 這邊比較不好示意 限制住的關係 讓我們在旋轉這個 小的閃齒輪的時候 因為這裡 有勾槽的限制呢 當我們在旋轉的時候 這個斜旋線會帶動的 這三個夾爪的勾槽 做一個往內或往外的一個移動 像這個樣子 主要的 車床的夾頭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把它 結合在一起的 那這邊呢 後面會有一些延伸的運用 跟一些特殊的用法 那後面會再來做講解 也是因為車床夾頭這個結構呢 它也會延伸到我們的 手持式的電鑽 或是 插電型的電鑽 都會用到這種形式 那這邊呢 等一下後面來講解一下 我們怎麼去使用它 那我們看到有時候 我們所用的插電式的電鑽呢 它也是T字的 但是它前端是這種三尺的 然後呢 我們在夾頭的這一端呢 會看到它的三尺輪是外露的 這個用意是什麼 就是要節省空間 因為我們如果用了這一些 結構的話呢 相對的它的厚度會變厚 那這個插電型的電鑽呢 就是運用這個功能 讓它的結構外露 把這個地方呢 它的空間變小 所以呢 它就讓它這個功能呢 是結合在一起 然後去轉動外面的閃指輪 來達到一個鎖緊的功效 所以我們仔細看電鑽呢 它也是三爪型的 而且是 同步移動去做同軸的 或者是手持式的電鑽呢 一般都是 它是在內部的 我們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沒有用工具的 是直接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旋轉 它就會鎖緊 那它的用意 就跟 這個用意是一樣的 它這邊的圓盤會做比較大 比較大的時候 外面可能會做咬花 或是一些 外觀的功能 那我們可以 更容易去鎖緊它 那我們手在旋轉的時候呢 意味著就是 一樣帶動了這個 這個螺旋線 讓這三個三爪呢 做一個同步的往內縮 或往外擴張 道理是一樣的 但是這樣的做法呢 它就會讓這個空間變小 但是一樣 它是有缺點的 這樣的做法呢 我們沒有用工具的話 鎖緊力道會比較不好的 所以這三種的方式呢 鎖緊力最好的呢 就是 側重夾頭這個形式 但是相對的 它厚度會比較厚 那這邊讓大家理解一下 這裡來講解一下夾頭 該怎麼去使用它呢 那這邊有一個T字的板手 那我們在對應的方孔裡面 插進去之後呢 做旋轉就可以使用了 那這裡逆時針呢 是讓夾頭變大 順時針呢 是讓夾頭變小 那這邊呢 它是三爪夾頭 所以它這個地方呢 會同軸心的呢 做放大跟縮小 所以 我們前面的結構有講到 這個方孔呢 內部是有閃齒輪的 那閃齒輪是 三個是做整個連動的 所以我們轉其中一個夾爪呢 其他的會跟著做連動 是相當方便的一個做法 那這邊三爪夾頭呢 它的特色在於說 我們在車床上夾上去之後呢 就不用再去做一個軸心的校正了 它會自動做校正的動作 是非常方便的 那等一下會來實際的測試一下 我們在夾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那這裡呢 來實際的示範一下 我們怎麼樣去夾直 那我們一般呢 在車床的時候 我們最常見的夾齒呢 是一個圓棒 那圓棒這裡呢 我們就把 我們的夾頭呢 先放大 放大完之後呢 直接把我們的弓箭放進來 放完之後呢 做一個夾緊的動作 那記得這邊呢 我們在車床 在夾齒弓箭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夾緊 我們沒有夾緊的話 這個動作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車床它會做一個 夾頭會做高速的旋轉 一旦我們沒有夾緊的時候 有時候車刀一進來 碰到弓箭呢 弓箭沒有夾緊 可能會飛出去 是相當危險的 所以第一步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夾頭給夾緊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夾緊呢 我們除了用手動去 手到最緊之外呢 我們可以拿另外一個弓箭 在這個地方呢 做一個敲擊的動作 敲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搖晃一下我們的弓箭 如果它有鬆掉的情形呢 代表我們沒有夾緊 我們就繼續再把它夾緊一點 那夾的時候呢 我們三個夾爪呢 就是這樣子 依序的去把它做夾緊的動作 這樣子呢 我們弓箭夾得會比較緊一點 然後再去做敲擊搖晃 那直到它不會做 像這樣子還會搖晃 代表是夾不緊的 那因為這一個呢 是一個樣品 它是塑膠做的 所以沒辦法夾持得非常緊 所以我就示意一下 那這邊呢 實際上的話 我們還是要一一的去做夾緊的動作 這樣子 車床在做高速旋轉 我們在車銷弓箭的時候呢 這樣子才不會遇到狀況 這樣子比較安全一點 那這邊我來示範一下六角型的 那這邊 三爪的話 最常見的是 夾這種圓棒型的 那六角棒呢 也是可以做夾子的 因為它一樣有三個等角的面 可以去做夾的動作 那這邊也是可以去做這樣的動作 那就是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夾子完之後呢 一樣它是做一個自動校正中心 我們不用再去做校正 是非常方便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那這裡呢 來講解一下特殊的用法 那這邊有時候 我們在夾齒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 我們要夾的外徑呢 有時候 我們的夾頭放到最大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夾頭的外徑呢 我們要夾的尺寸 不夠大 那這時候怎麼辦 那這邊夾 這個夾頭的設計呢 這個地方就是 可以讓你退出來之後 整個做反轉的動作 那它夾的時候 會變這樣子 所以它的 能夾子的外徑會變大 那這邊我就不做示範 做個講解就可以了 把三個爪都退出來 再重新反過來裝 那這邊呢 它能夾子的點 就會變高 那手夾子的外徑就會變大 那另外一種呢 可能是 比較少見的 那這邊呢 其實 它還是可以夾內徑的 那夾內徑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內徑要怎麼夾 一般我們 車床夾頭都是夾外徑的 其實內徑的話 夾法就是反過來 我們看夾頭它的設計 是這張梯字型的 階梯狀的 它的用意就在這裡 我們可以夾持 弓箭的內徑 有時候我們的弓箭呢 它有比較大的內徑的時候 我們可以運用 車床的這個地方呢 來做夾子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 要鎖緊的時候 都是順時針嘛 那這邊 我們是變成說 是把內桶撐開 所以變成是反過來 逆時針把它撐開 像這個樣子 示範給各位看 這樣子 撐開之後 記得在撐的時候 一樣 跟鎖緊的時候一樣 你一樣要做夾緊的動作 所以它是往外退嘛 逆時針的是把它撐緊 撐緊之後 我們在 弓箭做高速的旋轉的時候 它才不會有甩出去的一個疑慮 那這邊 這個做法呢 也給各位做個參考 一個撐內進的方式 一樣可以把弓箭 牢牢的固定住 然後呢 再來做車修的動作 那這邊讓大家去參考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車床夾頭的結構 那剛一開始我們有提到 夾頭呢 它內部是有一個閃子輪 然後這個洞呢 四方洞 一樣是三個小的閃子輪 所以它是連洞的 那在我們這個 閃子輪的背面呢 它是一個螺旋線 螺旋線連動的是三個夾爪 那三個夾爪呢 它不是共用性的 它分別於會有三個不同的齒形 這樣子我們在旋轉的時候 它只能夠達到這個功效 我們在轉其中一個夾頭的時候呢 其他的會跟著連動 那這樣子三個夾爪會同步的進行 那這邊你如果對於這個結構 還不是那麼熟悉的 你可以到前面的單元 那裡有剖析有打開來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結構原來是長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通常在使用車床的時候 很少機會能夠看到車床內部的結構 這個夾頭的結構 那這一次藉由三義列印 把這整個物件呢 輕量化 而且呢 把它變得更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在看內部結構來學習的時候 是相當方便的 所以我們這個物件呢 運用三義列印出來之後 我們會更容易更清楚的知道 原來車床的夾頭是長這個樣子的 以及它是怎麼作動的 是相當適合拿來做一個教育的一個模型 那這個東西呢 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那這個車床夾頭呢 我們比較常見的是三爪的 當然也有四爪的 那這邊沒有在探討範圍內 好那這邊讓大家拿來做個參考跟學習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來吧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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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